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过香港黄金岁月的国客 大时代国客主持沈西成 Baby But they fought with expert timing There were funky China men From funky Chinatown They were chopping them up They were chopping them down It's an ancient Chinese art And everybody knew their part From a fainting to a slip And a kicking from the hip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That was fast as lightning In fact it wa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But it fought with expert timing There was funky Billy Chin And little Sammy Chong He said Here comes the big boss Let's get it 各位大時代国客的观众 好久不见了 嬸大哥好 兩位嘉宾好 好 那先說一下 康正今天好像有些事來不了 好像學了我的壞事 我剛剛想說 讓他截了我先說 是不是學了Baby的壞事 更好 三個男人 一個Baby 好些 如果只可以四個男人 畫面都不理 聽說他今天好像陪嫂子 去看球 都好像回到大陸 這個都不是理由 這個不是理由 不要緊 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聽大家的故事 自從上次我們播出一集 關於說蔡里佛 很多網民就要求我們 請多些武打的明星 上來講一下武術的事 以及想聽到一些李小龍的故事 今集的嘉賓 阿漢哥和阿Sam哥 好像都跟李小龍有點淵源 是嗎 是 跟我們說多些他的事跡 我1970年 71年 就認識李小龍 跟他拍戲 是 那時候我們的武術指導 就是 韓英傑 過世了 已經過世了 那個是我們師父 李小龍的戲 全部都是他做武術指導 哦 即是那時候真的跟他一起打的 跟李小龍 是啊 第一部戲就是 唐山大 邀請他 他就拍那個唐山大興 唐山大興 唐山大興 就去了泰國拍 即是那時候第一次合作 即是他都未對香港的電影有信心 即是他覺得是 咦 電影裏面我其實是最好打的 即是他覺得 哈哈 那去到泰國呢 因為我們沒有去那時候 是 即是那個不值問題 限制 家和限制 家和限制 即是 林靜英 陳煥毅 和陳龍 即是帶三個人去 一般我們的電影 是起碼五個人 一組人 那變成帶三個 少了兩個武師 那不夠人 武師全部用泰國的 那他們三個 接頭是做演員 那部戲裏面 即是 甚麼都省了 給武師的價錢 他們做了 民星 做演員 原來那部戲 他們是做演員 和韓英傑 他自己也做的角色 最後一場 和李小龍 他去到 都考了 一樣叫武師出來 一樣要考你 李小龍考人 是啊 看你打不打得 然後呢 他就 很專職 我那些 泰國武師 那些泰國武師 又是不太順他們的眼 哦 那他就抓兩個出來 整兩下 兩個都躺下 那才 哦 師傅 服了 真是心服口服 因為他整一腳出來 那些厲害度 那時候 泰國武師 反而 泰國人 他的心態是 我們在香港人之上 即是說打 即是他的泰拳 太 很厲害 那個年代他們是 之上 即是覺得香港那些 不能打的 明星 李小龍 怎知道他抓兩條 那些 哪些爭打 是的 兩者真的躺在那裡 即是他比泰拳 我們中國 打法不同 是的 大家打法不同 泰國那些 他的泰拳 他就很硬 骨頭很硬 是的 那李小龍那時候拍戲 他是不是真的 這麼好打的 應該是 真的這麼好打 即是真的 不是現在的拍戲 那些是 噢 睡了在那裡 那些很假的那些 現在那些武術電影 沈大哥有沒有泰國 我回答你 李小龍的拍戲 一定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 那這位阿漢哥 不在那裡 已經傷殘了 沒有錯 他就著 他不是不能打 他不能真打 真打 誰跟你拍 點中即止 他不在那裡 已經傷了 他很笨 即是剛剛 他收到 即是他收到 你又不可以走位 其實這樣更難過真打 因為 你這樣出行力 那一刻 你又要收位 大家都會動 正常所有電影 都是 其實是我們香港人才喜歡的 拳拳到肉 在西片裡 人家是不會打到你的 即是鏡頭 借位 借位 不穿崩 就可以了 但起碼好看一點 以前舊的沒有打電影 現在那些看上去 好像碰一碰你 然後又 現在也不是 現在 內地也很真 現在大家都 在內地 現在內地是怎樣的 以前那些電影 我們被大哥打 在鎮大 中國的電影 是我們香港的 都要的 有些要我們用的 教靜點才行 喂 大哥 以前我們很多的電影 都是我們香港的 母子去 有時候 我80年去大陸 拍西游記 哦 西游記 導演就是 羅馬 中國第一套西游記 我們就是 天津製片廠 起那個廠 就是拍西游記 是的 但是現在呢 我們就 把電影的技術 帶他們去中國 突然發現 中國比香港厲害 是不是這樣 市場比香港厲害 不是電影比香港 沒錯 現在暫時 每年的最賣座電影 都是我們香港的 製作 哦 所有賀碎片 那些 20億 30億的票房 加起來 都是我們港產片 都是港產片 更厲害 不過呢 他們就是港產片 賭王 那些賭王 現在通常都是 香港和大陸 一起合作拍的 很少獨資 現在幾乎每一套戲 都是他們做老闆 大家是合作 合作是他給大份 香港是給小部份 才有得合作 你還要帶一些演員來 是的 你出賣演員 跟我們合作 加上我們 這個是保護主義來的 全世界的電影都有的 是的 我們去南非拍戲 我們二十個人去 去他那裡 要請三十個人 一起去拍那套戲 哦 不是說你大隊 自己做完就不行 不可以是自己人 做完 那以前跟你鼠龍拍戲 那時候 有沒有說買 買定保險 那樣 是沒有的 我知道你想問 有沒有買定觀察 有沒有買定觀察 鴻哥這些 鴻哥說才行 是的 我們 龍虎舞師是沒有保險買的 那很危險 就是保險不受的 我們只是買什麼 每套電影都要去買保險 那個是意外保險 就是真是意外受傷 就要賠 就是賠的程度 就是你那個是危險動作 跌下來或者會死的 就是十樓跳下來 是很危險的 人家那些保險 怎麼保你這件事呢 但是龍虎舞師 通常都是做危險動作多 現在的安全性 跟以前不同了 現在就是 沒有百分百 就是最好做到百分百 安全 還有我們從今年開始 我們香港的電影 龍虎舞師 經過立法局 現在我們批了 就是我們的電影是可以買保險 基本的 受 就是再危險的 他又跟你談 就是每一個動作 太危險的 都一樣受理 你的程度 就是他會跟你去談 保險公司 直接派人來看 你 那個動作 可以 我們接受 現在會做到這種 應該是這樣 但以前沒有 以前是沒有的 怕不怕 以前我們自己去買燕疏 自己拿錢去買 我自己去買意外 是啊 意外都 到賠 那時候 我是做龍虎舞師 我拍戲的 我就是不小心 我跌倒 因為那個動作 原本我沒事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失手 所以我跌斷腳 跌斷手 那他就 賠個意外給你 就是你受傷 你休息一個月 他就賠一個月的工資給你 那時候 我們是在少時 三千元個月的 他就會賠 賠給你 那有沒有試過 真的被李小龍不小心 傷到過 暫時我們都 應該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受傷的 沒有發生過 我想問你 可不可以這樣問你 阿漢哥 請問你和李小龍 小龍國拍攝 你有沒有打傷李小龍 沒有 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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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位置很準 李小龍 他的動作 第一 他很穩潔 而且他很準 他的步馬 你要到那個位置 他腳踢過來 剛剛好 在你面前一掃 你就要做那個反應 有個風 是的 他經常說 我們 語片 反應是可以的 他是很看低語片那些 他回來就說 我要把香港的電影改良他 真的他改良 他都成功帶氣了 李小龍到現在 第一 他帶起了什麼 他是帶了那些 保護那些 那些 箭 帶來給我們 他說 哪有硬吃 他說 他很好 他準備賣 他是帶這些 箭 他說受傷 他說傷就怎麼開工 其實 我們不會真打 總之就是 我去到那個位置 收 你就要中 是啊 我們平時 他來香港 住在宿舍 家和有一個宿舍 在何文田 他什麼都沒有 家和 他說 要怎麼裝修 不用裝修 給我鋪了 橘子 我們打地鋪 翹腳坐 沙發都沒有 全部是健身的器材 我們晚上晚上 他就說 在那裡睡吧 他說 不要回去 因為他一個人 就又悶了 老婆子女還未來香港 挺照顧的 簡直是嚇殺旁人 韓哥 是啊 我們真的在那裡打地鋪 這麼近距離 接觸 香港的沒有幾個 我們一起來 我短兩年來 起身就根據跑步 韓文田山 那裡是韓文田山 跑到公主道 跑回一個圈 跑回到宿舍 他那裡下面有一間 不知是什麼酒店 興相逢 一起去吃中餐 是嗎 我打到到尾 興相逢 興相逢 我們吃完早餐 他見韓文第一次 都是興相逢 那我們就回家和 回家和 去他的化妝間 私用的 即是他都 將自己用的東西 分為你們 共用的 其實是大家共用的 除了女朋友 即是不會說自己是明星 完全沒有架子 鬼仔性格 鬼仔 真的他很大方 是否有少少招職 聽聞他 串 串他真的是 他串得氣 真的他串得氣 大學對你們是好的 即是對朋友有義氣那種 是嗎 就是兄弟那種 是兄弟那種 原來是這樣的 那我們今節都差不多了 我們繼續說多一點點 首先想問阿Sam哥 在大陸拍戲 拍舞打片的話 跟在香港 現在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都很多東西是不一樣的 例如呢 說來聽聽 例如他們的威亞 是 因為我剛剛最近拍完他們 都是始終相信香港的威亞的設施 他說阿Sam哥你上來 麻煩你買香港的威亞 不要用國內威亞 因為斷的容易 很容易 香港的恩主得罪 真的不要 你在那裡工作 你說威亞不行 我們強 你說什麼不行 中國都可以包辦 假的 怎麼會不行 其實我們的威亞 給他們的設施是安全一點的 能力夠一點 因為我們就是叫江心 他們就叫綿心 差很遠 對呀 不同的 不同的 還有我們的威亞伊 因為現在國內都很厲害 都已經開始抄襲了 荷里胡的威亞伊 已經開始在安全措施 他們已經開始著墨了 只不過是相信香港人 拉威亞 始終我們這麼多年的經驗 和我們 好像漢哥那些 拉威亞這麼多年 我們都有經驗 給我們 我們搞回上面 我們值錢 就是他們的經驗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好 我們今節說到這裡 下一節我們繼續聽阿森哥說 在大陸拍戲的時跡